大家好,我是美国的Bobby医生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我读的专业文献 我现在在两年前的时候 通过了American Lifestyle Medicine的Board 就是生活方式医学的证书 所以这个要保持它的证书呢 应该是每年读三篇比较正规的文献 它会给你发过来,然后让你读完了做题 另外呢,还要参加它的叫CME继续教育 这些有足够的课程 所以这是我第二年参加他们的CME Continuous Medical Education 今天主的这篇文章和我另外一个本行 就是血液肿瘤还非常相关 尤其要分享 这篇文章的主题呢就是 为什么运动可以引起代谢方面的改善 让我们能够降低转业癌的发生 我们在血液肿瘤里面 经常跟病人说 如果一个病人得过乳腺癌或者是肠道癌 特别要告诉他们在癌症治疗结束 比如做完手术做完化疗之后 开始叫survivorship 就是存活者在进行观测的过程 进行不断的每隔一段时间来监测癌症复发的过程中 要提醒他们要进行运动 运动能够降低癌症复发的大概有20%的这样的概率的降低 那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这篇文章在cancer research是美国很大的一个 叫translational research 就是偏于科研性的这种医疗杂志上发表的 是以色列和法国的研究团队合作的 他主要从三个大的实验来证明来说明这个事情 他提议的这个论点就是说在我们运动了之后呢 身体里这些组织细胞就会更好的利用能量 包括糖还有这个代谢环境 营养nutrient这样能够和癌细胞进行竞争 让这些癌细胞不容易在一个组织里面落户 然后再生长造成转移癌 第一个实验呢他做的是老鼠的实验 就是给这些老鼠先让他们练习在treadmill 跑步机上跑步 然后呢有一些老鼠不跑步 就直接给他们打入这种含有癌细胞的体液 然后另外一些老鼠先运动了之后再打入这种体液 就会发现那些运动了之后 再接受癌细胞的这些老鼠呢 他们后面发生转移癌的概率情况就会低一些 这是第一个实验 另外一个实验呢是14个健康人 让他们他们都是会经常已经运动有运动习惯的人 分成两组 有一组是进行叫steady state 就是中等强度的跑步 跑30分钟 然后在跑之前 他们就已经48个小时没有动 之后这个时候取血液 然后在运动30分钟之后再取血液 另外一组人呢是进行更高强度的运动 然后再取血液 就发现呢他们在运动了之后 身体里面血液的指标 IGF1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这种就增加 这种的增加呢就能够提高组织利用糖的效率 在运动的时候 用糖的这个比例就会相对比用脂肪的比例更高一些 这一点呢也是说明对代谢环境的改善 然后可能会抑制这个癌细胞的着陆和发生异备癌 好最后一个大的数据呢 就是用以色列的这个癌症的数据叫cancer registry 它这个registry很全面囊括了98%的以色列人 他们呢有一个实验是2700多人跟踪了20年 然后发现那些他们自己报告他们运动的时间和运动强度 那些运动的运动人和相比较于不运动人 他们发生癌症和转移性癌的风险较低 尤其是那些汇报说有高强度运动的人 相对于不运动人 他们发生转移癌的风险降低了73% 所以在这个三大方面的数据 好几个不同的研究组呢进行合作 他们来提出一个这样的论点 用通过这些方法来证明 我觉得对我的反馈就是呢 癌症的发病率的最高的一个风险因素就是年龄 随着年龄的增加 40岁以上患癌的风险就会慢慢增加 这样就提醒我们 我们癌症风险增加的情况下就要多多运动 比如说我在40多岁可以一周只运动两个多小时 现在就要有一个目标是三个小时 同时呢要增加这个高强度的比例 在你能够安全的可能的情况下 像我尽量把高强度运动提高到50%以上 好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在下面讨论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